天主教神学小问答58 小德兰福传之友 曾庆岛神父 问 玛利亚怎要是有分于救赎人类的工程 这工程不是耶稣基督此唯一救赎完成的吗 答 基督是救赎工程的主要完成者 但他来到世上 也有人的合作 而圣母的合作是很特别的 他给了耶稣人性的生命 正如耶稣是第二亚当 玛利亚也是第二亚 救恶娃带给我们痛苦和死亡 第二恶娃却带给我们救主耶稣 也就是幸福和复活的生命 在圣子降运时 天主的天使询问玛利亚的同意 他的同意也把他自己从白冷的马槽 一直带到加尔瓦略山的十字架 救主耶稣为我们清流的血是从他身上来的 在圣神的启迪下 老人西末预言了他的苦难 你的心灵会被利刃刺透 他为了想耶稣逃亡埃及做难民 他感受到耶稣被人拒绝和排斥的心情 他一起走了耶稣的苦路 参与了他的苦难 没有怨天尤人 而是有尊严地站立在十字架下 以母亲的心怀言 看着受惨酷对待的爱子 一口气一口气地死去 天主教徒因此把圣母 看作灵性生命的母亲 愿意给他子女的爱慕与忠诚 而每个基督徒妇女也应该把圣母 耶稣的母亲 看成是女性的光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